平成中龄独中8月1日开始,落实一天一餐无肉营养餐,校内食堂蔬食飘香令人食指大动。 我们也希望学生在这个中学的生涯学会了怎样吃的健康,而不是只是吃他喜欢的或者是偏食的这个问题。 可能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进来,以后他会可以照顾好身体一生一世。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应该在学校推广的一个其中一个教育。 营养师把关,确保菜色丰富,营养均衡,亦不实美味。 我觉得今天的炒饭不错,它不会太中口味。 我都觉得那个海苔碎配跟那个炒饭是很好吃啊。 这个营养餐很好吃,谢谢营养师。 Amanda师姐,她是源自于巴珠巴侠的人一会的营养师。 她本身也是在这个卫生局上班。 她其中的一个project就是在推动全马的健康饮食。 她的目标其实就是在推广植物蛋白。 这样子最主要是给大家了解到说植物蛋白一样可以代替动物蛋白,而且更健康。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也可以推动环保。 校方为学生测量身高、体重和体脂肪,确保学生在食用营养餐后能够收获更健康的体魄。 他们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study。 这些孩子用了营养餐一段时间过后,他们的IQ也会有提升的。 这个就是营养师的一个专业。 刺激志工从两年前开始向校方推动蔬食校园计划,后来无入营养餐计划被校方和家长接纳,却又因疫情反复一直无法落实。 如今终于顺利开跑,用蔬食的力量守护校园世上的健康。 因为中林都中在全马来西亚是零校,每一家学校都在看着这个学校在做。 当这个计划成功的话,我相信可以影响到其他花销,去跟进。 你这样子才有办法整个影响整个环境,潜移默化地让所有的学生去了解到说健康的重要,还有素食的重要。 多一份善恋,多一份平安,一人一善,远离灾难。 请不及您带您的同财侣来呢,您最近按摩 Citizenshake美咖号公主越带亚北一ета。